她是个180斤肉糊糊的胖女孩 是一间穿坏衣服 电梯超载 下去的一定是她 就连体重器都被她踩坏 为了变成瘦子 她疯狂跑步 全身缠满保鲜膜 结果一天过后 她竟变成了这个样子 她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吧 小夕是一个胖糊糊的多肉女孩 她在一家工作室 从事着摄影的工作 与著名音乐人的韩冰 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小夕希望 有机会和自己的偶像黄可 谈一场恋爱 而黄可曾官宣 希望以后的女友体重 在90斤左右 小夕看着如今臃肿的自己 不免想起了幼时的经历 原来小时候的韩冰 因为太胖总被同学欺凌 小夕经常站出来 替她打抱不平 还和她一起分担 同学故意多加的米饭 从那之后 两人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 没有控制好饮食的小夕 渐渐变成了一个胖女孩 成年后的两个人 虽然依旧是普通朋友 但每个月 总会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 相约见面 每当小夕说要减肥的时候 韩冰就会默默地陪着她一起运动 虽然她心里很清楚 小夕会半途而废 但只要小夕开口 她就一定会奉陪到底 在她没跑几步就停下来说 要回回血的时候 韩冰会默契地把备好的零食 统统摆在她面前 随后还带着她到夜市上 呼耻海赫 她记得小夕的所有喜好和禁忌 只要小夕提出要求 她都会尽全力满足 在她眼里 天大的事都不如小夕的事情重要 韩冰陪着小夕去专柜试衣服时 由于身材过胖 迎来了导购员鄙试的眼神 小夕急忙拉上韩冰匆匆离开 就在电梯超载时 大家都向小夕投去了异样的目光 无奈之下 韩冰和她一起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他们来到江边 吹着海风条这天 小夕和韩冰抱怨到自己不喜欢夏天 因为短袖短裤和短裙 都不属于她这种胖子 韩冰对此却不以为然 在她眼里 胖瘦美丑 不过是一种外在现象 她希望小夕可以勇敢地做自己 但她却从来没有把真实的想法 告诉过小夕 而作为旁观者的邻居 都能感觉到两人的关系不普通 临别前 她希望韩冰 帮她实现和大帅哥谈恋爱的愿望 这也是她每年必许的生日愿望 回去的途中 碰到一只受伤的小兔子 善良的小夕 把她带回家中精心照顾 也许是老天被她的善良所感动 次日她喜欢的偶像 黄可竟来到了自己的工作室 小夕知道黄可喜欢瘦女孩 便跑去找韩冰帮自己瘦身 韩冰不仅精心 帮她准备合适的健身器材 还帮她量身定制减肥餐 小夕开始拼命地减肥 可到头来才瘦了两斤 这样的结果 让她烦闷不已 这时 那只被施救的小兔子 竟指引着她 进入一栋充满魔力的房子 在这里 小夕遇到了一位 戴着高帽子的魔法师 魔法师竟然是兔子的化身 为了报恩 她愿意帮助小夕 实现变兽的梦想 于是小夕 获得了一瓶神奇的定影夜 拥有此物 便可一夜之间 变得美丽动人 回忆过往的种种 她毫不犹豫地 将手放进了定影夜 次日醒来的小夕 以为自己做梦了 当她走到镜子前时 才发现自己真的变兽了 她既开心 又惊慌想象着偶笑黄河 心中不禁乐开了花 郑巧同时打来电话 让她帮忙协助黄河的 选片工作 变兽后的小夕 走在路上 都显得自己自信了很多 她见到喜欢的偶像 也开始注意自己 内心一阵窃喜 不料 这时梦想定影夜 突然失效 衣服已经开始绑不住 逐渐膨胀的身体 眼看要恢复真身 小夕吓得仓皇而逃 韩冰来到小夕家中找她 一眼便认出了 瘦下来的小夕 她担心的质问小夕 是不是抽纸了 发现小夕的秘密 只能和韩冰坦白交代 韩冰觉得很离谱 尽管不可置信 但是事实却已经摆在眼前 小夕发现瘦一次 仅能维持十个小时 所以她要珍惜宝贵的时间 为了能够尽快地 接近自己的偶像 小夕托朋友 帮自己全心打造了一番 为此还改了个梦幻的名字 叫爱丽丝 果然黄河很喜欢现在的爱丽丝 还主动邀请她一起拍MV 两人在片场上你浓我浓 着实气坏了韩冰 她利用制作人的身份 开始故意整治黄可 黄可知道 韩冰和爱丽丝的关系不一般 却依然对爱丽丝平凡相约 不仅一起电影吃饭 而且还带她去了酒吧里浪 韩冰却像个跟屁虫似的 伴在爱丽丝身边 然而虚荣心 让小夕失去了真实的自我 她沉浸在爱丽丝的角色里 不能自拔 时间如流水般飞逝而过 很快到了十个小时 魔法即将失效 漂亮的爱丽丝 瞬间被打回原形 无助的小夕躲在女厕所 迟迟不敢露脸 这时 一个穿着兔子外衣的人 出现在她身边 没错 这个人就是韩冰 她成功帮助小夕 躲避了面对黄可的尴尬 小夕知道黄可 根本不会喜欢真实的自己 她伤心地和韩冰 一起离开了酒吧 韩冰看着失落的小夕 心疼不已 她希望小夕 可以回到从前 那时候的她从来不会因为 别人的三言两语 而改变自己 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 不禁让小夕更加伤心 曾经的韩冰为了自尊心 当着同学的面 表示不喜欢胖胖的小夕 为此阴差阳错的两个人 至今都只是朋友 不久 黄可向爱丽丝表明心意 她希望爱丽丝 能够成为自己的女朋友 爱丽丝被黄可的帅气 蒙蔽了双眼 她怀揣侥幸的心理 期盼着一场美好的恋行 为此 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定影业 想让自己变成更美丽的样子 而韩冰 在黄可公司做东的一场晚宴上 无意中得知 黄可竟脚踏两只船 想着她有女友 还追求小夕 不禁怒火中烧 与渣男黄可大打出手 而黄可的经纪人 似乎知道了小夕的真实身份 为了告别曾经的自己 小夕再一次来到了魔法屋 她得到了一瓶永久定影业 可以永保美丽 梦想成真 固然是好 是实现的方法不当 很可能因此迷失了自我 还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小夕在变美的过程中 韩冰却被魔法渐渐消除记忆 与此同时 黄可的经纪人 曝光了小夕过往胖的样子 黄可面对媒体 公布了自己 与其他女子的恋情 小夕也被身份造假的舆论 推上了风口浪尖上 韩冰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小夕的面前 然而她却开始记性减退 认不出眼前的小夕 失忆的韩冰让小夕悲痛欲绝 她疯狂地找寻消失不见的韩冰 同时也在追寻曾经的自己 她知道韩冰从来不在意她的身材样貌 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太过于注意形象 在追逐自我的过程中 她也恍然大悟 其实最重要和最美好的东西 一直都伴她左右 只是因为习惯拥有而忽视了她的存在 她最终来到了魔法屋 希望一切可以回到从前 就这样爱丽丝消失了 小夕又回来了 当再次找到韩冰的时候 小夕勇敢地表达了内心真正的感情 而韩冰也一直在原地 等待自己心中的小夕 五年之后 瘦身成功的小夕逆袭归来 而韩冰又变回了小时候胖胖的样子 可此刻的小夕眼里 只有这个叫韩冰的大胖子 或许在爱你的人眼中 这才是最美的样子 生活中的我们总会因为不自信 而刻意隐藏真实的自己 其实爱你的人 无论你是胖瘦美丑 他都依然爱你 我们始终要相信 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大家都拥有爱与被爱的资格与权利 希望这部剧中那份非同寻常的爱情 能给大家带去美好和勇气 更希望现实中的年轻人 不要屈服于世俗的眼光 勇敢地做自己 勇敢地面对爱情 最后小编想问大家 究竟是瘦女孩的外在美重要 还是胖女孩的内在美 更值得被爱呢 欢迎大家在线评论留言哦 我是女汉子 点关注不迷路 爱你们哦